我們看第二題 它下令哪一個單位為基本單位 A的話 它是平方公分 這個不是 平方公分是導出量的單位 這不是 在B的話 這也是導出量的單位 牛頓的話就是公尺 牛頓的話就是mf 公斤 R乘以角度的單位 公尺0秒 這個也不是基本單位 C的話 這就是4了 牛是基本單位 那D D的話是克 這是質量 除以地方公分 這是密度的單位 這個是導出量 所以這不是基本單位 所以大家應該學習 所以大家應該應該學習